一直以來有觀眾在問 為什麼玩skyblock的時候不用材質包 所以就變成這樣 我們將遊戲update 1.13 加了texture pack之後 整件事已經有紫色閃亮亮的 再拿這把弓 整件事就像Destiny的暗獵人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好 還有我猜大家都會問那個問題 又說每個星期出一條影片 整件事有變 這個我這次有得解釋 大家不用心表遺憾 因為我上個星期是不知為什麼病了 所以又咳又痰是說不到話 說不到話 拍不到影片 整件事很合情合理 所以上個星期出不到影片 都是情有可原 沒錯 盡量改善 盡快推出多一點 還有更新了 盡量推出多一點 開始了這麼久都忘記跟大家說 歡迎收看skypixel highblock 現在先說這句 歡迎大家收看skypixel highblock 沒錯 整個遊戲更新了很多東西 這個空到又更新了一些東西 所以真的要快了 很多東西要說 第一樣就是大家看到為什麼褲不同了 雖然轉了Texture 應該全部都不同了 但顏色很明顯就不是之前的褲 那這條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之前打龍 我們把褲換了 用來做這個unstable dragon的褲 之前打龍 打龍就掉了很多東西 撿雞也好 自己放眼打龍也好 靜悄悄就掉了一條褲 褲子 挺好用的 至少比之前的Hardened Diamond多多聲 現在這個就加很多血 還有那個Quid Damage 還有Strength 加很多 是非常好的褲 接下來就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動植物公園是更新了非常多東西 大家看到已經多了一個新區的那種種 那為什麼要更新它呢 那因為弄完這把這個Pink Sword之後 那我們的蜘蛛minion就應該可以全部退休了 那在這個時候我就多了很多minion的空位出來 那不如把它變成其他minion 就可以升多一點東西 好像... 不是 那是很合理的做法 那多了什麼minion呢 首先就這區多了很多樹的minion 還有整個...整個...整個... 整個...不是 濕地公園 這個動植物公園 多了一個新的園區 還有植物園區 那麼呢 動植物公園 應該多了一些植物 多了一些植物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好啦 那就... 多了植物 多了五隻樹minion 那就除了橡木之外 什麼都放在這裡 那因為橡木升爆了 其他還沒升爆 其他呢 就現在Lv.8 還有這個Lv.9 是不是Lv.9 那大部分都是Lv.8至Lv.9 那就可以...希望升爆多一點的款式 不知道了 那還有中間這一顆 這個Wood Cutting Crystal 那...我以為是有些用的 那但是呢 就好像影響不到附近的minion的工作速度 那所以就... 不知道啦 放在後面都好過沒有的 沒用就裝飾一下 不理好了 那然後呢 這個植物園區之後呢 就去到我們這個溫室區了 那溫室區呢 就... 將那些minion裡面全改了 那首先有些羊在這裡 講一下有羊這邊先啦 那有羊這邊呢 就我們將那些minion的位置放 變成一些... 加...加蓋... 不是加蓋... 加蓋...沒錯 加蓋加蓋... 那些叫做農場的動物 總之就不管了 那有羊...有些豬... 然後有些牛... 或者是雞在這裡 在這邊就給我們... 養成一些動物 現在就... 都升了一些level 應該5-6...我估計現在是不是 7... 那...還有上面... 我們放了一排燈 那終於... 就有些溫室的燈在這裡 似乎溫室多一點點 好啦 那另外旁邊這一邊呢 就...真是溫室的植物 那這邊就總之放了植物的minion 有這個可可豆 還有這個薯仔 然後裡面有一個仙人掌 是有很多仙人掌包圍他在芒果裡面的 仙人掌minion 在這裡... 好啊 仙人掌minion 還有一個... 呃... 紅蘿白的minion 在這裏 沒錯啦 那我本身呢 打算這一架放多一件東西 然後對面這一架也放多一件東西 不過呢 就不太夠minion的位置 那呢 就希望就快一點 可以升多一隻minion 那樣款 那現在我估計應該是... 叫什麼呢 放那些新minion幫他升級之後 應該都升了二三十級的東西 那希望呢 就快一點可以去到下一隻minion 我們就可以放多一格 這樣負擔 沒錯啦 那適逢這個0.7.4版本更新 然後更新了這個樹的空島 那由本身呢 就基本上放多一個人 兩個人已經不夠樹去砍的地方 變成這個位置超級大的森林 這個位置呢 只是這個白樺木的地方而已 不過呢 我估計過一個星期之後呢 我估計大部份人都應該看過這個地方 那樣款的了 沒看過的話呢 就快點開SkyBlock出來去看啦 沒錯啦 那就適逢這個空島更新 那加上呢 我們就在這個動植物公園呢 就加了很多樹的minion在這裡 那就存到都不少木了 那現在呢 看到這個岔木 那就已經差不多夠兩套 就可以升上那隻新的minion 那我們就順便呢 就來這裡斬一下樹 那樣呢 然後就在斬樹的期間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新空島有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這裡呢 哇 有跳上來這裡 就去第二層 這個這樣的岔木森林 是比以前打了很多倍的 那不過呢 我們就在這個斬樹的期間 就不如就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新更新有什麼款 那我猜大部分都應該玩過一點 不過呢 我們也叫做 有一個 介紹一下 詳盡版 這樣就說一下 沒錯啦 這個0.7.4版本 除了這個樹島多了很多東西 靚了很多之外 也多了應該8個新的NPC 在這個樹島上面 有些就有新的Mini Game 有些有新的賣 不過呢 如果一條片要推出那麼多新的Mini Game 那些東西 應該也挺長的 所以呢 我就決定分開做兩部分 那這次呢 就主要介紹了一些新的東西玩 那下一次就正式推出另外一條片 就只玩那些Mini Game 那我猜應該很快會推出的 所以呢 大家記得留意 這個時間呢 我們也介紹了有些什麼玩 那我猜賣東西的NPC 大家差不多見過了 所以我就不詳細說了 不過呢 Just in case 我在這裡提一提 有一個隱藏地區的NPC 在這個白樺木森林那一層 就有一個可破壞的石牆 那你首先呢 就要去這個Gunpowder Mines那裡 就是掘礦那裡 去找這個Water 用5000元買一個特殊TNT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TNT 就放在那個牆前面 就炸開它 就進入另一個狼魂山洞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有比較高級的狼的地方 那除了那些狼之外 這個山洞的深處 你也會找到一個特殊的NPC 那它也會有些特殊東西賣 大家可以去找找 去到第二個NPC 就是去到最後這裡的Gusteth 那它就是會給一個Wood Race 就類似之前的N Race的minigame給你 那就是在指定時間之內 去到這個check point 再回來這個起點之後 就叫做完成一回合 那在指定時間之內完成 它就會給你各種不同的獎勵 那第三層的黑橡木森林 就只有一個NPC 那就是這個Ryan 那它就會有一個minigame玩東西 那就是你就要站在這個火裡10秒 那你站夠10秒之內不死 就可以完成這個挑戰 那但是呢 它的挑戰是會有越來越多的層數關卡 那每一關受到的傷害都會越來越多 那當然你通關得越多 那你就可以拿到越好的獎品 去到旁邊這個奇怪的島上 就看到這個Melody 那它就會給你一個minigame 就是玩這個這樣的樹琴的minigame 就是一個音樂game 那你每圓食得多越多的時候 就會拿到一些越好的護符的獎勵 就是這樣 去到最頂這一層的熱帶雨林 最上面就有最後一個NPC 那就是要穿過這些草 萬藤之後 就上到最頂 那就會看到這個Juliet 那它就會給你一個任務副本 那就是幫它找那個Romeo回來 那就會有一大串的任務故事 那有興趣的人就記得快點去試一下 好啦 斬完樹和介紹完回來之後 又給大家看看我們什麼成果 那身上現在就是非常多的這個草木 斬了非常多 那還有呢 就偷雞再斬多一些白樺木回來 白樺木都剛剛好兩隻 到應該是救星的minion那樣的款 沒錯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合上一些木去 就善用一下這個新的地方 對不對 那之前呢 就一直來這個地方 都斬不到樹的那樣 因為實在太多人 因為多一個都斬不到樹之前 那現在呢 那麽大的森林 就周圍去 斬多幾棵樹都沒有所謂 那去多幾棵樹都沒有所謂 你看這裏現在 沒有人那麼貴 什麼時候斬都OK 對不對 那不管了 我們呢 就合完一些東西 就是時候 回來 我們這個空島上面 沒錯 我把我們的minion升級 看看我們還差多少 才可以升下一級 你看看 這個白樺木 升級你 差10隻 其實很快 差10隻 升你呢 就剩下9隻 就可以升到第22隻minion 那應該是非常之快 就應該可以做到的 資料 沒錯 那可能下一集已經有了 22隻 超級快 非常好 那說到這個minion升級呢 還有一個是升的 那就是剛剛去Mad Dog 接了一個新的Zombie任務 Zombie Level 3任務 這樣款 那因為呢 我們其實已經打這個Zombie Boss 打到差不多升級了 這樣呢 我們就差不多升級了 那升級之後呢 就會去到這個Level 5 就有這個Zombie Boss Minion 給我們這樣款 那我們呢 Zombie Boss Minion 就可以幫你加多Geoff Minion 的位置這樣款 對不對 那一贏他 你看看 這樣他打下來就 不太痛的 加上那個波波之後 那還有我們有這個Dodge 3藥水 那就幫我們叫做 名義上 減傷30% 沒錯 那 打下去 還沒什麼血力 他還沒負責 沒負責 應該OK的 對不對 那1v1 就應該可以成功的 我們回一回血 有時有些痛一點就不行 應該沒什麼問題 27k 27k 就行了 OK 搞定了 搞定了 兩滴 搞定了 OK 掉了一個File Flash 掉了一個黑色的腐肉出來 OK 不管了 那我們就 搞定了 這個Zombie Boss 現在變得很輕鬆 打這隻東西 現在是非常之好 可以極穩定地拆 換了褲子之後 都真的 吵了 好了 OK 搞定了之後 都要回來找Maddox Maddox 哇 這個Zombie出來了 這麼兇險 不如不管了 OK 那玩Maddox 理論上我們升了Lv.5 他就會給Zombie Minion OK 沒有 OK 這裡 我們升了Zombie Slayer 這個土伐Lv.5 Click to collect OK Click to collect Collect OK 哇 太好了 多了一張 Million 沒錯 立刻多了一張Zombie Minion Zombie Boss 以我所知 就是要一隻Zombie Minion 是很賺鬼的 試一試 先拿一隻普通的Zombie Minion 來來來來來來 這樣 木劍麻煩 然後Zombie Minion 就應該是這樣弄的 這樣弄一隻Lv.1的Zombie Minion 麻煩你 OK 這樣弄了Lv.1的Zombie Minion之後 然後 就加大量的 褲肉 應該可以... 不是 按下去 是這裡 應該可以用這樣的Zombie Boss Minion 就可以將它升級成Lv.2的Zombie Boss Minion 再加一隻Lv.2 OK 好啦 然後 再加這隻Zombie Boss Lv.2 再加普通Zombie Lv.2 然後再加每20顆獅肉 就可以升到Lv.3 嘩 都蠻... 都蠻適合的 這隻東西都吃了多少資源 沒錯 不過 不過是我們有Minion Slot 對不對 我們有這個 升到7隻Minion 沒錯 有多一格新Minion位置的時候 就應該可以放下這個Zombie Minion Boss Minion 沒錯 它應該是出普通獅肉 它不會出Boss獅肉 不過... 都好就沒有了 都是非常之多的Minion的格數 非常之好 就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就叫做... 搞定完今天這個島上的東西 因為更新了很多東西 今天就主要搞到我們這個島 這個動植物公園上的東西 然後 然後 就應該有另一個部份的影片 就是專門玩這個0.7.4上的新產品 沒錯 我們就分開兩條演出 這樣就當... 當...當...當... 當...當... 賠罪 這樣 是不是 好了 不管了 就是這樣 那所以呢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個like 按個share 按個subscribe 按個提示鐘 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就是這樣 記得看完另一條影片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記得留意下一條新的影片 就是這樣 Bye Bye